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求主你来将我们各个人赐给我们感动的心 当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我们的责任 主啊求主你来将我们各个人赐给我们感动的心 让他们在工作上所碰到的困境 主啊求主你都亲自来保护我们 愿你使外方人说看这是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依靠他们的神 这是他们的神所造的 做的 主啊愿你使你的名 操场的羊 能够在众人面前来称谢你 主 我们将所有多家教会 每个弟兄姐妹 全来恭恭敬敬的交流在你的手中 愿你来帮助我们凡事兴盛 身心灵都一同健壮 主啊我们招待求主你来亲自恩膏我们的牧师 求主你来借他的口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追求你的祝杀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谢谢主耶稣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同读经 今天我们查考本地经节是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 好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读 如果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感谢主愿神来将来画课的本星板上 接下来要请牧师正道 小朋友请到主日学校室 好我们在我们前几周来查考了哥里多前书十三章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爱篇 那我们从一到十节五到八节 然后八到十五到七 然后八到十五我们没有查好 因为今天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十一到十三节 那在我们之前 上周 还有之前 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了爱的信心 就是爱里面 爱有包容 爱有忍耐 还有这些很多很多 那他也讲到 爱是永无止息 这是爱的永存性 那今天的经文 那今天的经文 他提出了爱的完全性和它的至高性 那这个完全性和至高性 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可以来看看 那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 当你付出很多给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付出有时候是用我们的行为 那有时候是用我们的言语 那在美国他们常常喜欢做一些实验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是万圣节的糖果 一 这第一个就是说 他主持人要做一个调查 所以他就请爸爸妈妈告诉孩子 万圣节 万圣节在美国圣诞节之前 Halloween 就是不给糖就倒蛋 不是不倒蛋就给糖 不倒蛋就给糖 不给糖就倒蛋 对对对 好 然后他说 请你们父母亲跟孩子说 我把你的糖果吃掉了 好 那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影片 好我们先播第一个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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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 我叫你我寒冷 什麼? 我寒冷 我的桌上是吃完的餅乾的包裝 I just got to eat all your candy no no I tricked you Dad didn't eat all your candy I tricked you I'm very very sorry Rachel I ate all your Halloween candy How much was it? Oh Oh Rachel I'm sorry You know I like candy Rachel Do you still love me? I hate all your candy What? I'm so sorry It's just I'm pregnant And I get really hungry And I ate all of it Rachel Dad You're in your candy And you're in your candy And you're in your candy And you can't move my candy And I ate something about you And you took him to work with me What? Why a cowboy What? Why a cowboy Last night when he really stayed up with me and all your candy Are you okay with that? No Why No What are you? No What are you doing? Mandi, calm down, Mandi What? Mal I'm your ugly I know the kids You have more Halloween candy left What Who is it What the heck Don't you guys think you ate enough candy last night No, only I had one more of my candy Are you serious I'm not impressed Oh, with you I am probably getting a mommy Why do you need so much candy? Well, there's two Two what? Two plus two Two plus two is Two plus two equals five You can see I'm working at I'm working a lot with houses I don't know I need it all, it tastes so good, especially the peanut butter cups You can see I'm working a lot You can see I'm working a lot You can see I'm working a lot OK, we'll see you in this 剛剛我們看到孩子的反應 當然我們會說他年紀小 年紀小就說哇,這是糖果 他受不了糖果的誘惑 裡面有一個比較 有一個穿滿這衣服的小男孩 他聽到之後 他嫩了一下 他做了跟其他小孩子不同的反應 他怎麼樣? 他說 他想到還有糖果 那個糖果可能不是萬聖節 是他自己原來糖果 你看我這一招 他其實在告訴自己一件事 就是說 我很在乎這個事情 可是這個孩子他可能要表達的是 其實 這個媽媽是他更在乎的 只是在那個當下 他的情緒沒有辦法做很好的轉換 但是我們來看 如果一個孩子 他在一個更 我不是說剛剛前面那些孩子都沒有愛 而是說這個父母親給他的愛 是非常的 非常的 完全 而且是 被了解 被了解 他可能常常跟他交談溝通吧 我們來看 一樣是一個小女孩三歲而已 那他的媽媽也騙他說 我把你的糖果吃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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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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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就談一下 spell 插棋 他有的问题 想了一下才回答 可是妈妈问他四个问题 你爱我吗? 你会怪我吗? 你生气吗? 你真的不在意你的糖果吗? 他问 就说 第四老教徒这个 就说他都问他 你爱我吗? 你会怪我吗? 就说 这孩子是考虑都没有考虑 就咬头 说不会 我不会 他说我真的会伤心 我这么会难过 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回答 看他回答那个速度 就让你知道一件事 他妈妈对他的爱 是超过这所有的一切 他会因为这些的事情而难过 但是呢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 是跟他妈妈破坏彼此的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后面再讲到 完全性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来讲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来看爱的完全性 在哥林多前书十八章 十三章八到十节 这些的经文 我在这边念一下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了人 继承了人 就是变成了成人 孩子的事要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的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知道的有限 到时就完全知道 像主知道我一样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八到十节 保罗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那我刚刚念的是今天的经文 那八到十节 他说的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用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必归于无用 我们现在所知道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那完全的来到 正有限的必归于无用 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用爱来对照我们的知识 对照我们的恩赐 对照我们在世间的这些 我们所能够去了解的 对照 用这个来对照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 就像我们在孩子 我们在学习 知道的有限 他的包容 他的判断 跟爱比较起来 是没有可以比的 可以比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想 什么是我们评估的标准 什么是我们评估的标准 当 范金莹的妇人 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大家说她有罪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拿起石头丢下她 好 那众人就散去了 等众人散去的时候 耶稣说 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按照当时的法律 按照当时的标准 这个妇人是可以被判 一次有罪的 可是耶稣知道 这些法律 这些标准的当中 一定有她不足的地方 就是还不够完全 我举例来说 如果范金莹的这个妇人 在当时的女孩子有三个非常大的压迫和不平等 是哪三个 性别 第二个是经济 性别 还有经济 那第三个是那个 就是说阶级 性别 经济跟阶级 那这个不平等的当中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那犯监狱的女孩子 如果她死了丈夫 她丈夫的家族又没有人要照顾她 她如果带着小孩子 或许在当时没有一个好的 可以工作的一个机会 她可能就只能选择 用肉体去换这宝族 如果这个是这样的时候 耶稣难道要说真的 你不该这个样子 你应该可以石头丢死吗 所以什么是我们评估的标准 所以在这里 当爱篇来讲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些的知识 这些的恩赐 都是上帝赐给我们 但是赐给我们最大的原因 是期待和希望我们 透过这样去彼此服侍 去服侍人家 那我们来看看 爱的完全性是需要时间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孩子 他12岁之前是跟着谁 是跟着妈妈 或者跟着保姆 就是学习 到了12岁以后 由他的父亲 开始待在身旁 来管教他 来带他学习 所以孩子必须要经过成长的过程 这个成长的过程 这个成长的过程 才能让自己在各方面 越来越成熟 包含语言 包含心性 包含思想 所以在这个当中 保罗透过 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 他说孩子跟成人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去评估 判断我们中高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一个标准之 他不是一个标准 唯一标准的是 当我们够成熟 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那时候才可以 可是这个是一个完全 几乎不可能 我说的时候 但是你怎么可能 完全像神一样 所以在这里 有一个 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所想的 所以当我们 根据我们的知识 根据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的经验 来做判断的时候 不要忘记加入爱的元素 因为当爱加进去的时候 你才会有宽容 才会有劳恕 才会有忍耐 在这个当中 那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有讲到一个东西 突然他说 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哥林多城 它是一个采铜镜的地方 铜镜是当时算 你如果说要化妆 要照的话 已经是最好的 不像我们现在是 那个镜子是水银 镀在后面 看得很清楚 可是像我们现在的镜子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 你稍微镜子 把它稍微往上仰 仰角一点 或者 往下一点点 会有什么变化 都学过 如果你是 上面往前起 你整个看起来 要怎么样 矮一点 你如果往后面一点 它会拉高 甚至有凸面镜 有凹面镜 所以连我们现在水银的镜子 照射出来的东西 也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百分之百 所以保罗用 他用孩子跟成人来讲 中间我们的父父和神的完全 那第二个他用镜子所说的就是说 我们先镜子 保罗知道 那时候你想想铜镜 保罗用铜镜看 他知道 绝对不是他看到的 那么清楚 假设好了 今天我 我在看鸿恩 然后叫鸿恩 站在铜镜的前面 我在看铜镜里面的鸿恩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的差距 我这样看是非常清楚 可是看到铜镜里面的鸿恩的时候 是模糊不清的 可是保罗提醒大家 到时候在神的面前 是面对面 是一清二楚 所以他非常的谦卑 他也请大家学习 说我如今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候就全知道 就如同神知道我们一样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 这个影片 我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我有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孩子还不了解爱的全貌的时候 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孩子 的反应就是愤怒 就是生气 为什么爸爸妈妈妈妈 我的糖果吃掉了 当这个孩子对爱 越来越知道 越来越完全了解的时候 第二个孩子才三岁而已 他选择什么 宽容 他选择原谅 他选择说 我跟你的关系 我跟你的爱 爱是大过这一切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 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要用现在 在世上过度的 模糊的知识 来对待我们的家人 和周遭的人吗 我们可以用以前 别人要求我们身上的 这个可能来自我们的 原生家庭 可能你脑子说 以前我妈妈就是这样要求我 以前我妈妈就是这样要求我 以前我们学校老师 就这样教我 然后你也这样要求自己 但是在我们信仰里面 有时候对我们一个提醒 就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自义的人 自义的人 你可以要求你自己 用你自己所领做的所有一切 但是耶稣基督希望的是 我们在信仰的角度 以我们从他那里学习到的爱 来对待周遭的人 那个就是要有恩慈 要有真理 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 在这个当中 神的爱 就会在这个当中 来凸显出来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ABCC 这里就是有一点 不能说诞生鸡或鸡生蛋 我们来看看这个话说 信旺 好 就是信心和盼望 能够使爱完全 然后 可是相反的过来 就因为爱 能够使我们有信心和盼望 听到懂吗 好 我先来解释一下 当我们看到人生中很多不完美 或我们亲近的人 或我们周遭的人 做很多的事情是不够好 不够OK的 但是就像我们教会 现在有在做培读的事工 我们看到一些孩子 现在的一些状况 我们有时候会很生气说 你怎么好像这个样子 可是呢 看到现在 看到这个微小的点的时候 你会怒不可疑 就说非常的生气 可是回过头来 四年前 哇 你现在比现在好很多了 然后你再想一想 如果这个孩子 经过了几年 又有人继续关心他 是不是他过了二十年 他过了十五年后 他截然不同 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希望 是啊 如果我们有相信说 神的爱可以再来改变 我们有盼望说 他如果认识了神 神可以带领他 后面前面的路 我们就相信 所以就使爱完全了 好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帝的爱如何 完全的落实下来 所以就是有信心 有盼望 能够使爱完全 可是呢 我们爱使我们有信心和盼望 所以反过头来 如果你自己 没有跟耶稣基督的爱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盼望 你可能就贴标签了 这孩子就是不关 这孩子就退货 这个孩子就跟学校说 我们不要熟了 感谢主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陪独拜 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你的孩子 就算很生气很生气 我们受不了 这三天 今天礼拜三 请你礼拜四 礼拜五 不要来配独拜 他们就很难过 有没有常常 很想来这边 因为我常常是办训导主任 那孟老师有在这里过 孟老师有在这里过 孟老师小孩子很奇怪 他看到男的老师 他都会比较乖一点 看到那个女的老师 就爬到那个头顶上 我就常常跟这些小孩子说 我请来的老师是那么爱你们 不是来给你们倒塌的 所以我常常就办那个训导主任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有信有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各个人的生命当中 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 对他的盼望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 在他身上完全的那一天 但我们这种的信心和盼望 其实这种的爱 我们愿意这样的心 是要先求神来给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完全性 所以保佑要对比的是 如果我们的依靠 在世上所依靠的这些东西 是知识 是这些呢 恩赐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不够完全的 只有爱 爱在其中的时候 才能够最完全 那第二个 就是说爱的至高性 既然我们知道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说 这个爱的源头是从上帝而来 从上帝而来 那前面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第二节的时候 有一个经文我们说 若我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什么爱 我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神给你的恩赐 是非常强大的 奥尔非常强大的 你可以领导一个国家 你可以带领一间公司 你可以雄聚一方 可是如果你今天 领导一个国家 在你的名字 变成希特勒 今天你可以 掌控一间公司 但是就像之前 在美国车祸的 那个王佑珍 却是 你能够呼呼唤雨 但是却做的是 就是掏空那么多资产 让很多人得到诚实 这个当中 这个爱 这个爱 所谓的这个爱 不是只有看自己的利益 这种自私的 这个爱是能够 这里所讲的爱 是知道自己 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 而愿意成为祝福的管道 所以如果能力 它必须要伴随这样的爱 它带来的财富是灾害 不然在这个世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所记载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造成贫富 差距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是分配的问题 我所谓的分配的问题 并不是说 要把所有有财富的人说 你们都不对 你们都不好 所以 你们要把你们的钱拿出来 帮助这些贫穷的人 其实不是 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人因为对爱 认识的不够宽防 所以很多的时候 包含政府的运作 或者这个社会上的游戏规则 它让权力以及财富 开始就是慢慢的集中 为什么 因为制定这些的规则 或者说 或者 要来制定这个运作的这些人 他们通常都是 都是 对他们比较容易 好 我就分享两个例子 例如 帮助我们教会的企业的老板 有一次在聊的时候 其实 他愿意跟他的员工 还有愿意 透过一些的方式 来将他自己累积的一些财富 能够来做一些和神心意的运用的时候 他说 什么事我告诉你 其实 我有时候我觉得很冤枉 我要说什么很冤枉 他说 其实我全部东西都是 照法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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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得到那么多 他就是得到那么多 所有的游戏规则 所以 定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不是他 要刻意去获取更多 但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当中 就让他的财富就是这样累积 好 另外一个是我1999年 到2000年的时候 我在水上教会 嘉义的水上教会 在那里实习的时候 那里有一个信赖的长老 他在银行工作 他太太也在银行工作 然后他 然后那时候 1996的2000年 刚好什么 刚好政党伦地 对不对 政党伦地 然后那时候有喊一些口号 包含就是有一些 本来 呃 蓝绿的颜色啦 或者有一些不同的阶级 然后那时候 常被讨论的就是 军工教师不是 得了很多的益处 包含这些 可是这个 那时候的银行 好 那他也是 属于政府的银行 那两个夫妻 不管贷款买房子啊 或者他们存款有一些优惠 他们都知道 可是我知道的这个长老 他最喜欢做一件什么事 他去市场买水果 都去买什么 快要烂掉的 快要烂掉的水果 而且是像那一些老人 或者说 你看就知道 他生活上比较欠缺的人 去跟他们买 买回来以后呢 他也很节俭 他把里面还可以吃的 拿起来吃 其他的东西 就去 放到收水果 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 政策 或者说 在这个过往的当中 他并不是这个制定的人 他在当中 也没有为自己要要求更多 但是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他用他的方式 来对神在他身上的祝福 去做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知道 这里所说的能力 或我们居高位者 如果没有伴随爱的时候 带来的往往是在爱 所以以全球的资源来讲 如果这些在位者 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能够想到分配的问题 能够想到 不管如何 要让每一个人 有一个安居热夜 或者有一口饭吃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的资源 不会不足够 那第二个 爱的制造性就是 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这么说 上帝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可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上帝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所讲的 所讲的 所以我们如果坚信 上帝是爱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我们行为里面 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是以这个来做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就要以耶稣的心为心 以他的爱来爱人 因为都是完全从神而来 那今天的结束 我想用一个 在中国宣教 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 他叫做尼陀生 那尼陀生他 要成为牧师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他货幕的典礼上 就据说了 他拿了一个托台 然后上面放什么 放着他的房器 放着他的总管部 放着他金银珠珠宝 放着他的所有的财产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 全部捐给教会 他说的时候 神啊 我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尝试给我的 今天我出来现身的 我所有的一切 就是按你的心意来使用 那并没有一个人在旁边 没有教会的会计说 好全部点收 你今天当团刀人的时候 你这些全部充功 成为教本开餐 而尼陀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表达说 一个现身的人 在神的面前 是让神掌握的是 自己完全的主权 所以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很感人的 一个文 那传送到现在 永乐人也 这首也把它编成一首歌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说 让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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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受改代 让我誓 就是 誓奉上帝 而不受奖赏 让我尽力 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 而不被人堵 就是让人看见 只知道清酒 勤酒 而不知饮酒 就是不断的付出 付出 不用去管自己得到多少 只知道破饼 而不想留饼 就是神的恩典 耶稣的就是 是分享出去的 而不是自私的 为自己留什么 道出生命 来使人享福 舍弃安宁 来 舍弃安宁 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 不受眷顾 不受推崇 不受安抚 寧可凄凉 寧可忽苦 寧可无告 寧可背负 愿意以血 愿意以血淚 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 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 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他说 你这个你自己也出保 因为当耶稣活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也是这样过日子 欣然忍耐一切的损失 好使靠近你的人得到安事 我今不知前途有多远 这条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完全 时常被人辜负 但心不深怨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的时候 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之道 你是我的安慰 并求别人喜悦 以肚子碎 以肚子碎 好所以 这个是尼多生 一九二零年 十七岁蒙恩得救 那他又写了很多的诗歌 然后他那时候 甚至于把这些拿去给 那时候教导他的教室看 然后他教室看完以后 那个教室看他说 你最好拿回去 免得有一天你想起来 会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这个 他写了 他因为新的图 他觉得说自己很有才华 他写了大概三千首 上千 他写了上千首的 背了上千首的唐诗 然后自己写了三十几首的诗 那他很得意洋洋 那他的生命不断的 经过淬炼之后 他写了这首 那他写了这首诗 他是自己有些看过 圣巴兰西斯的祈祷的 好 所以我想最后 用这个跟大家 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 林若生 他看到神的一个至高性 和他的完全的时候 知道了一件事 唯有他的生命 来学向耶稣 学向耶稣 他才能 让他的生命 让人感受得 知道一件事 就是最大的是爱 最大的是爱 在他生命的当中 好 最后我再念一个一个经文 记载在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他说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上帝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 不爱他所看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爱上帝的人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做的秘密 因为我们每一个 口里说爱上帝的人 心中都没有怨恨的人 如果有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去跟这些弟兄姐妹和好 我们同期来祷告 主 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爱中学习 让我们在受到许多的伤害 委屈 痛苦的当中 能够有一个最大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主 不管我们的生命 曾经是 来 让别人伤害 或者我们 让别人受伤 主 求你让我们在爱中 有不断的学习 让我们能够清楚 知道我们需要 是因为 若不是爱的力量 这所有一切 在我们生命中 所造成的苦毒 生命中 所造成的这些的伤害 会伴随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时 每一刻 当我们记着别人 对我们伤害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生命 经历这样的一个 赦免的时刻 而继续往前走 主 求你就除去 这所有一切 在我们身上 的这些的捆绑 让我们再一次 在你的爱的当中 来得以完全 来得到医治 主 愿这个世界 由你的爱的存在 而透过我们 透过我们 来 让人知道 你是爱的源头 并且 能够 用这样的爱 来让他们的生命 得到安穿 让他们的家庭 得到住宿 主 求你继续带领 我们的脚步 到够我们的耶稣 基督圣明 Amen 谢谢 谢谢 请 基督姐妹 大力我们以圣诗来回应神的话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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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刺激你的眼睛 我会刺激你的心 你会刺激你的眼睛 我会刺激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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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